我的名字是Utero,我在台湾 我會訪問三個藝術藝術師 我的問題是 請問一下 嗨 在我接觸一年組之後 他其實可以呈現很多我喜歡的事物 包括大自然啊 或是說一些我覺得 對我來說有意義的事情 那尤其像是我有了孩子之後呢 他可以藉由這個媒介 然後做出很多 就是跟我女兒之間有關聯性的作品 紀念品 那把它更長久的留存下來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素材 B 比較有藝術味吧 把那個實際上的生活變成美術 然後我很多的手戲都是現在自己做的 不要有前途感 就這樣 然後可以看看 Hardplay的藝術如何影響你的生活 就是 我已經當那個藝術的老師已經15年了嘛 然後在這之前 就是我還不認識藝術之前 我以為我會一直是上班族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 就是 就是整個改變了我的人生 還有我的 包括生活的那種 心態 生活方式的那樣 這樣 然後我一直本來就很喜歡 就是 手作 手工藝 然後 現在對我來說就是 銀眼圖是我最喜歡的創作素材 然後 因為這個銀眼圖呢 我認識了很多 很多一樣喜歡 就是手工藝的人 然後他們也變成了我的朋友 然後也讓我看到了更 不一樣的世界這樣 所以就是 我真的很喜歡就是 就是 用一年來創作這樣 他就是 讓我覺得很 很滿足 嗯 就這樣 OK 謝謝你 謝謝 謝謝